上周 旧金山警察协会在推特上表示 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员在连锁面包店Rims消费时被拒绝服务 业者表示 他们不会为身穿警服的人提供服务 对此 警察协会认为 店家的政策有歧视性 并呼吁店家张贴公告 提醒警员不要到店内消费 但Rims提供给旧金山记事报的声明中却说 这项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枪支进入商店 保障员工和顾客的安全 对于Rims的态度 不少网友感到气愤 有人说旧金山治安已经一团乱 是警力让他感到更安全 他将转告亲友不再光顾这家店 更有民众讽刺 如果不欢迎警察的店家遭遇抢劫 他们将会向谁求助 直接告前 警察协会和Rims都没有回应本台的置评请求 事实上 今年稍早 有披萨店的员工因拒绝服务警员被解雇 在2021年 也有一家餐厅要求三名警察离开 之后不得不公开道歉 反观大家 不少华人区的商家与警方关系非常融洽 曾有华裔面包店 义卖面包为警方募款 捐赠甜甜圈等 新唐人电视台 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